大家好 我是曾志龍 歡迎來到龍門客棧 一起喝茶 聊籃球 各位龍門客棧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阿龍 曾志龍 今天請到了 最近代表我們台灣 在世界大學運動位 籃球項目取得很好的成績的總教練 劉孟祖 劉教練 龍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夢族也本身是 健行科大的總教練 也是台南 台岡 獵鷹 職業籃球隊總教練 想先跟夢族聊聊 就是最近比賽才剛剛結束 我想全國的籃球迷都非常的開心 可不可以講一講 當初你們去比賽之前 大概自己的心態評估 跟比賽的過程 到最後結束跟我們觀眾朋友聊聊 其實坦白說一開始 世大運的分組抽籤一出來的時候 我第一個念頭就是 這籤到底誰抽的 又立陶宛 又巴西 又地主中國 立陶宛是2017台北市大運的冠軍隊 那巴西也是南美洲的強權 那再加上中國 第一他是地主隊 第二他是亞洲強權 中華隊在國際賽上一次贏他是2013 已經相隔10年 那所以這個分組其實一開始抽完錢 其實是蠻沮喪的 哇這個 其實我們在集訓的過程中 其實都還蠻順利的 不管是我們宜訓到韓國 跟韓國的世大運打了兩場比賽 然後跟他們的職業隊三星雷霆 也打了一場比賽 甚至他們國家隊大隊也打了一場 三勝一敗 那最後一敗是輸給他們的國家一隊 那我覺得其實 這一批的世大運的國手們 其實在整個訓練過程中很團結 執行力都非常好 只要我們在賽前的設定 要去做什麼事情 不管是防守端 你可能要給很多壓迫 然後Switch的防守 甚至我們要Double Team 他們都就很團結 一起去執行這件事情 其實在韓國的熱身賽 就已經表現很不俗了 但是那個時候有沒有 就讓你有信心的 還是覺得說只是 是 大家表現很好 可是面對死亡之主 依舊還是擔憂吧 其實我們集序的狀態很好 那甚至韓國一訓回來 大家都覺得我們是 很有競爭力的團隊 從教練團 不管是小娟姐或陳輝 然後甚至我們全隊12個球員 其實我們私底下 感情也都非常好 非常團結 其實我們在吃飯閒聊的時候 都會講 如果我們分到這一組多好 我們分到這一組多好 就會有 大家當然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那其實到了成都市大運的時候 他一開始第一場 輸給了立陶宛 然後第二場又輸給了巴西 那其實第三場面對到中國其實 當然我們也希望去打好每一場比賽 但整個過程中 我們一度落後到12分 然後其實後面球員 也沒有放棄過比賽 然後一直把這個分數追上來 到最後贏球 好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隊上的球員 從影片上跟一些報道上 其實對於他們都有很高的評價 可不可以請孟竹 聊聊這一批球員 他們這一批球員 我覺得是我帶過很多國家隊的情況下 我覺得他們這一批非常非常的團結 要幹嘛 有人一劃聲 12個就全部走 他們平常的感情 然後跟他們這樣的一個團結 讓他們整個在球場上面更無實更團隊 籃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不可能每一個人在每一場比賽 都是表現是高水平 然後都會有一點盪 特別是在射手區 那當然我們這一次在挑選 12個國手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 12個都能夠拉出來投擺線 因為我們要跟國際的強權競爭 進區我想完全沒辦法 所以我覺得 球員彼此今天可能他今天不準 那可能就換一個 然後今天投不好換一個 那可是你發現在板凳區 其實我覺得在某一個環境 你要看到一支球隊強不強 團不團結 其實板凳區會比場上更重要 對 他們這一批就是你會看到 喔 場上一樓人投進 板凳都跳出來 我們還被裁判警告說 板凳要做瞎這樣 對對對 就是這個凝聚力非常強 對 好 那也非常感謝孟竹帶著世大運的隊伍 也讓我們台灣的籃球 在這個世界的舞台上 又再一次露了臉 真的很棒 沒有沒有 好 那我們今天 其實想要跟你聊聊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在鋼鐵人 是 然後呢孟竹在台南台鋼 獵影職業籃球隊 那我們通常在講就是 我們是屬於南部球隊 比較有趣的地方 就是說球迷 這兩年來你有沒有覺得 北部的球迷跟南部的球迷 有沒有一些比較不同的地方 那我還是一樣先來講講我們 好不好 我覺得南部的球迷是比較 比較直接 他會跟你直接討論 去年來的時候呢 到了比賽 球迷進來 他會直接跟你講 教練啊 那個誰不行啊 教練那個誰態度不行啊 就是他很直接的會跟你講 他的想法 那北部的球迷呢 基本上就是拍照啦 跟你鼓勵鼓勵 兩邊比較起來 我覺得可能 我們在南部經營球隊 皮要繃緊一點 球迷他會很直接的 很直接的跟你提出 他的看法跟要求 那我不知道你在 你們的主場啊 有沒有碰過什麼 比較有趣的事情 我講從開場來講好了啦 就是 北部比賽的時候 你會發現 觀眾會很早就入場 對 那南部的球員 好像他就是 開場 才會到 所以你會看到 今天去 這個好像五成而已 人好少 怎麼講 但是你會發現 開始熱身 一直到接近 開賽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八成 滿座 怎麼講 大家怎麼都挑 這麼精準的時間來 再來龍哥剛剛提到 就是南部的觀眾 比較直接 這倒是真的 因為你會在場邊 會聽到他很直接的 對這個球賽 他會有什麼想法 然後甚至裁判 如果吹得不是 立刻不滿意 他會直接 跟裁判有一些言語的交流 對 就是等不及 在網路上 才發表意見了 當場就直接講 直接來 就是比較直接 不會拐彎抹腳 那從職業兩個聯盟上來看 確實台中以南 也只有三支球隊 高雄兩支 然後再一支 就是你們 那從隊伍的分部上來看 北部還是多的啦 當然人口市場 都在那個地方 那我記得 從以前我們打球 一直可能到你們 有很多人常常在喊 南北南北的籃球 資源上面的差距 這個現象 是從很基層的時候 就開始的嗎 國中高中大學 那你的看法呢 在我國中那個時期 還在打球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 北部學校就比較居多啦 那南部那時候可能就是 高雄一個 直觀國中 那時候也算是強權 到直觀的沒落之後 你會發現 南北是越來越失衡 幾乎所有 只要看到各級的聯賽 不管國中聯賽 高中聯賽 甚至大學 基本上八強 你要卡進一支到兩支 南部球隊都很難的 全部八強 基本上都是以北部學校為主 那最主要你從基層 開始看的話 你會看到南部的球員 可能有很好的能力或什麼 他只要被北部學校看中 最後都是往北 很多國小球員 甚至國中球員 他一畢業 就可能會被挖角 或帶到北部的球隊去 到了他的成人隊之後 其實基本上 我們在還沒有兩個職業聯盟的時候 SBL球隊全部在北部 即便他是南部球員 但是他因為讀書 轉為職業生涯 或是他的成人籃球 他基本上都北部 就是說沒有一個資源 可以把他留下來 基本上 那這樣就是說 也有可能是 如果他不想離開家鄉 那可能也有一些優秀的球員 對於打球的這種性質 就沒有那麼高了 某種程度來講 也是把中南部的一些好球員 在往北走的這個過程當中 自然而然的 又有了一些優秀球員 他不打球了 其實這對於整個籃籃來講 也是一個損失吧 畢竟以籃球來講 在北部打球 其實真的能見度跟曝光度 確實是優於南部 所以他要有競爭力 基本上他要去選擇有競爭力的學校 每年每年就這樣子 等於是對南部球員來講 是一個惡性循環 就他認為他要發展籃球 他必須要往北 就是球隊在北部的話 平常要打個練習賽 他有很多的選擇 優秀球員跟優秀球員的競爭 當然會讓他技術經驗成長會比較快 如果說在你的這個區域性 學校只有一兩隻或兩三隻 是有比較所謂正規的系統性的訓練 那好球員也不多 那其實對於學生 籃球的那一塊的成長 其實是會緩慢的 那既然是這樣子 那我們就要再來問另外一個問題了 如果把南北籃球的平衡把它提高 這樣子對於這個籃球發展 會有什麼好處 我覺得當然基本上 球員的選擇會更多 因為我們剛剛龍哥也聊到說 在北部球隊比較多 所以他在平常的練習賽 他的對象也比較多 其實我要講的不是說一個 童年級的對抗 像我早期我在人人家商 現在在健行科大 我們的練習賽都不會找同年齡層的 像以前還沒有兩大聯盟的時候 可能SBL球隊那都在北部 所以我們在大學隊 甚至在高中隊 我們常常會約 SBL球隊來對打 那對抗的情況下 因為他們跟比較年紀 比較大的老大哥 做到對抗 所以相對他們的進步幅度會比較快 那相反的 在沒有職業籃球的時候 那南部的學校 他如果要找 比他更高層級的SBL打 他必須要北上 住宿 你的遊覽車 高鐵 這又是一個費用 一般學校沒辦法負擔 這麼多的費用 你要打一場球要花這麼多錢 對 所以這也是南部跟北部的差距 那有沒有一些 你自己可以建議 具體 比較可以去改善的方式 那我先講講我 譬如說像我們今年鋼鐵人 我們就跟地方藍委會 還有市政府的運發局合作 辦了一個國小國中 為期大概兩個多月的一個聯賽 每個禮拜大概有三到四天的比賽 再給這些球隊回到自己的學校去訓練 然後再來比賽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第一希望他們有一個比較系統性的比賽 可以一直去增加比賽的這種經驗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個聯賽 能夠讓在大高雄地區打球的朋友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小型的聯賽 能夠讓他們知道 在這個圈子裡面 我們到底有多少的高手 也可以去相互交朋友 希望透過這樣的手段 來提升家長 企業 當然現在政府有在幫我們做支持 然後去提高他們對於籃球運動 這一塊的關注 可以讓小朋友多鼓勵他們來從事籃球 那從你的角度 或者是你們球隊 有沒有一些比較具體的方法 可以去推展南部的這個發展 其實以台南台剛利益來講 因為這是台南第一支籃球職業隊 球團也很用心啊 平常訓練之餘都會安排就是下鄉的活動 到台南不管各層級 國小國中甚至高中 他有籃球隊的學校 我們都會讓球員去教學 甚至去做一些互動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 台剛烈英的存在 讓台南在地的基層籃球 也能夠慢慢的有變強大 甚至越來越多的支持跟關注 對 台南來講應該大家普遍的印象 比較專注在棒球 OK 因為統一是在這個地方 那台剛烈英是希望去幫助台南 在這個區塊能夠有所成長 明白 那另外我覺得這個台剛企業 也非常讓人家敬佩 它應該是說在投資職業運動裡面 它是唯一一個企業投資三支職業隊的 也跟各位觀眾朋友們聊聊 就是你們的企業 對於投資運動 是抱持著什麼樣的一個心態跟看法 當然在台剛集團裡面 我們的大家長就是謝玉銘會長 時報跟直燃同事長 王炯文同事長 其實在我們會長的帶領下 台剛是唯一是在台灣 職業運動有三期的 有足球 籃球跟棒球 台剛企業大概有四十幾個企業 那這企業除了鋼鐵之外 包含了很多生技產品等等 其實它是很多元化的 但是會長他會很希望 在整個台剛集團裡面 這個運動代表著 這個集團的一個精神 認真 守法 守紀律 專業 所以我們在技外之餘 它會讓整個集團 他們都會在主場 任票支持比賽 我們在主場的時候 會看到台剛集團 很多公司來投入 再來就是我們在技外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去 台剛集團的其中一間公司 會跟公司的員工做一些互動 然後讓他們更能 認同這支球隊 那我覺得我們 謝玉銘會長他做的事情就是 不是只玩運動而已 他是要讓整個集團都支持 大家都像家人一樣 他們會更真心的去支持 台剛的不管是籃球 棒球或足球運動 就是企業文化透過一個 職業賽事的一個支持 然後能夠透過這個賽事的支持 就是去跟社會做一個連結 然後希望能夠形成一個正循環 是 好 謝謝孟主 那可是我們還 待會還是要繼續請你聊聊 另外一個話題 那待會再跟各位觀眾報告